《脊柱病变是一種很常見的骨科疾病》 根據醫管局數據,截至2020年3月31日, 全港政府骨科門診輪候病人多達10萬6千多人, 平均輪候時間1至5年。 依外國統計數據而推算, 全港大約有120萬不同程度之成年脊柱病患。 脊柱主要分為頸椎、胸椎和腰椎三個部份。 頸椎常見疾病有椎間盤突出引致神經根瘦壓而導致肩頸痛。 胸椎常見疾病有骨質疏鬆骨折引致背痛。 而腰椎常見疾病有椎間盤突出或退化性腰椎滑脫引致坐骨神經痛。 頸腰神經根瘦壓常見於年輕患者之椎間盤突出, 而胸椎骨質疏鬆骨折和退化性腰椎滑脫則常見於老年患者。 嚴重骨折或滑脫也可以壓迫神經根。 現時西醫治療脊柱疾病的方法依照病變級別之輕、中和嚴重病情 劃分為兩大類,分別為保守療法和手術療法。 保守療法主要有四種。 第一種保守療法為藥物,一種非機械性治療, 當中包括口服和注射藥物。 無論口服或注射藥物,都只有止痛作用,沒有減壓、復毀和固定功能。 藥物治療不是機械性治療,不能根治病因。 長期或過量使用藥物更容易引起腎衰竭或胃潰瘍, 嚴重者更可導致穿孔致命腹膜炎。 第二種保守療法為牽引器,一種直接機械性治療, 當中包括坐地和移動牽引。 牽引主要是治療頸腰神經根受壓,其原理為用外力拉闊脊柱間隙, 使椎體減壓,從而椎監盤回立,達到緩痛的效果。 傳統坐地牽引包括住院牽引或門診牽引。 住院牽引的缺點是住院期間不能起床活動,而且費用昂貴。 門診牽引雖然可以避免住院,但牽引時間太短, 效果不理想。 移動牽引是新式治療方法,可以隨時隨地和持久牽引,方便有效。 第三種保守療法為矯形器,一種直接機械性治療。 矯形器原理是使患處腹位固定, 例如駝背形胸椎骨質疏鬆骨折及腰椎滑脫。 第四種保守療法為減肥及改變生活模式,一種間接機械性治療。 肥胖是脊柱疾病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肥胖人士患處容易受到體寵壓迫,增加疼痛。 而減肥可以直接減少患處壓迫,減輕疼痛。 改變生活模式也可以直接減少患處損傷。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搬運寵物。 如果用錯誤的姿勢搬運寵物,可導致腰椎損傷。 因此病人應注意避免搬運寵物或用正確的姿勢搬運寵物。 除了保守療法,另一類方法就是手術療法,一種直接機械性治療。 雖然手術是一次性治療,但手術有其風險,而且術後有不少問題。 例如,椎監盤撤除手術,如果撤除過少,容易導致椎監盤再次突出。 如果要重造手術,亦會因術後組織尖連而使手術困難及效果不理想。 如果撤除過多,就會導致椎體不穩或下塌,從而需要進行椎體融合手術, 但病人日後容易產生輪近接病變。 根據統計,平均每四位接受手術病人就有一位不滿意手術效果或失敗, 例如脊椎術後失敗症後群。 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醫生的因素,包括經驗與技術差異,指徵不明,術前檢測不足, 手術方法差異,不施予足夠保守療法等。 而病人方面的因素,包括精神情緒不穩定,體質不好,免疫能力低, 骨質過軟或過硬,腫瘤或結核菌入侵椎體,不接受保守療法, 術後不保養,索取補助金或保險賠償等。 因創傷性椎間盤突出而引起的座骨神經痛, 只要臥床和不負重扭動腰椎,便有自動癒合康復的功能。 由於沒有全面完整、足夠時間的保守治療,而急於決定開刀, 容易產生脊椎疏後失敗症候群,而後悔莫及。 故此需要足夠長時間進行保守療法,等醫生和病人互相了解後才決定做手術。 由於正確保守療法宣傳不足,未能充分利用移動牽引器和矯形器作為恰當的方法照顧病人, 所以他們各自四處尋找其他治療方法,例如普通科中西醫、針灸、鐵打、推拿、按摩、或者到藥房買止痛藥等。 坊間對脊柱疾病的治療方法繁多複雜,而且沒有科學化、標準化、階級性治療。故此我們建議以下治療方案。 口服藥物應選擇性或盡量少用,注射藥物如果有需要可以偶然選擇性使用。 病發期應用牽引器或矯形器治療。 手術治療只是選擇性,另外應時常調節體重和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及工作姿勢。 為了幫助病人了解常見脊柱疾病及提供最新治療方案。 有其必要性及急切性設立脊柱保守治療中心。 以機械性牽引器及矯形器治療作為連接藥物和手術之間的一道橋樑。 移動牽引器及矯形器可以隨時隨地使用,其優點為沒有副作用。 沒有風險、價錢便宜,不會造成長期經濟負擔。 病人配戴後可以即時止痛,效果明顯。 病人配戴後不用用拐掌、輪椅或其他人扶持,可以行走治癒。 中心提供系統化、專業化及一站式服務。 具有多款齊馬移動牽引器、矯形器及設備。 特別齊馬病人更可以特別訂造。 還有資深技師提供配戴及跟進服務,達到理想療效,是一種暫身的治療趨勢。 中心還有其他脊柱及關節產品,達到全人照顧。 本公司提供四件暫身移動牽引器及矯形器治療脊柱疾病。 分別為N05移動頸牽引器、B18腰移動牽引器、C09A挺胸固定矯形器及B39B拉繩式腰部固定器。 頸椎盤突出使神經根受壓會引起肩鼻酸痛。 N05依靠機械齒輪建立牽引力使椎盤減壓、矯正力線及椎孔擴大,從而緩解酸痛。 骨質疏鬆骨折病變較輕時會引起背痛,但當嚴重時便會使神經根受壓,導致胸前反射痛。 C09A依靠挺胸帶及拉緊器建立三點矯力使胸椎腹位固定,促進骨折預合再生及矯正駝背,緩解疼痛。 腰椎盤突出使神經根受壓,導致坐骨神經痛。 B18依靠升降肝建立牽引力使椎盤減壓、椎孔擴大及椎小關節腹位,從而緩解疼痛。 腰椎滑脫病變較輕時會引致腰背痛,但當嚴重時便會使神經根受壓,導致坐骨神經痛。 B39B依靠腰椎前後甲板收緊固定,建立三點矯力使滑脫椎體復毀並壓縮腹腔,使液體靜力向上下推動脊椎牽引。 所以,配戴牽引器及矯形器是一種有效治療方法。 病人可依據自身病情、矯形目的、生活方式、產品配戴舒適度和方便度等來選擇自己的需要。 配戴牽引器及矯形器的優點,包括可隨時隨地及長時間持續使用,是一種非介入性家居產品,療效顯著、價錢便宜、減變、低風險。 不用依靠其他人幫助,配戴之後仍然可以工作。 成立治療中心給予病人曙光,解決脊柱疾病痛苦。 歡迎你們開設脊柱保守治療中心。 我們提供專業技師培訓和線上3D專業教學、配戴方式、售後服務等, 並供應全脊柱以及其他關節產品,達到一站式全人服務。 有意者歡迎與我們聯絡。